女子操著特殊口音 是說當天被警方攔檢過程 越講越激動 拿出身份證 證明自己來自台灣 並不是逃逸外勞 因為天生蛇根 與一般人不太一樣 即便中文說得流利 但特殊口音 還是讓王小姐在被開單時 遭警方附證外籍人士 結果就因為這句話 衝突一觸即發 驗商丹寫著 雙廁手部及手指多處擦傷 照片也拍出輿情位置 控訴遠景 時暴動粗 不過警察有話要說 現場情緒非常激動 還把紅丹 向我們通而紅丹把發丹吃掉 到時也是抗拒逮捕 所以我們依法使用適當的槍支 請她會拍出手 今年二月 王小姐騎車在台北市襄陽路上 貪圖意識方便 直接左轉管前路 警方依法取締起訴書上也寫出 由於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 被警方開了紅丹 但口音被誤會 王小姐情緒失控 把紅丹撕了 遠景制止 結果反而被咬傷 右手血流不止 為了制服女子拉扯過程 才造成瘀青 整件事情成了羅生門 但特殊口音引爆警令衝突 最後還鬧上法院 還真是罕見 記者孫培俊章若虞 台北財政